马瘦毛长蹄子肥 儿子偷爹不算贼 瞎大爷娶了个瞎大奶奶 老两口过了多半辈 谁也没看见谁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这个雅尔哈善 也就是这个大清政府 驻巴里昆子参丹大臣 和自己手下的一员将官呢 这员将官的名字叫 严相师定下了一条计 咱们听书就是这样 过往言之过往文之 所以说呢 咱们不说这条计 是奸计啊 还是妙计 总之这条计策实施了以后 四千恶鲁特 也就是这个沙特杜尔曼纪的 和硕特部 整个的在草原上算是消失了 咱们这个书馆啊 跟其他说书先生的书馆不一样 别的说书先生啊 就盼着说打仗 多杀人 他热闹啊 咱们这不行 我还没有那么心理强大 能做到啊 把这些杀人的故事 渲染的很精彩 所以说呢 咱们故事的重点 就主要放在这个事件的脉络上 咱们不过多的渲染 这个战场场面 那么这事情既然发生了 这亚尔哈善作为这巴里昆地区的 最高行政长官 这件事情啊 他总得向朝廷 向这个乾隆皇帝奏报 他在这个汇报的奏折当中啊 也不用变什么瞎话 他给这乾隆皇帝 写了一句啊 完全是事实的话 他向这个乾隆皇帝汇报说呀 沙克多尔曼记与这个 叫做扎纳杆尔布啊 这两个人啊 关系非常的密切 他为什么把这件事情 作报给乾隆皇帝呢 因为这草原上的人都知道 其实这乾隆皇帝朝廷也知道 这沙克多尔曼记啊 有一个好朋友 是谁呢 是这个绰罗斯汗 嘎了多尔藏记的侄子 叫做呀 纳杆尔布 这段友谊啊 这草原上人人皆知 这哥俩好到什么程度啊 干哥们 互称之为安达吗 那么现在呢 这个扎纳杆尔布 和他这个叔叔一起 叛乱了大清 那么在这期间 这两位交好的安达呀 他通没通过信 联络没有过呢 那当然肯定是有 那虽然呢 双方不在一个阵营 但是这事啊 他耽误不了交情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这秦桧不是还有个撒宝 俩厚的呢吗 要不然是说呀 这雅尔哈善 他聪明就在这 他并没直接奏报给乾隆皇帝 说这个沙克多尔曼记 他反了 而是说呀 这沙克多尔曼记 和一个叛贼 关系非常密切 为了这个以绝后患呢 所以才出手 歼灭了沙克多尔曼记 和他的四千步众 我敢说呀 这乾隆皇帝 接到这封奏报之后 我这心里明镜似的 知道这里边是怎么回事 他呀 也是装糊涂 可是他为什么最后 又治了这个雅尔哈善的罪 又写了一首诗 骂着这个雅尔哈善 指责他杀祥呢 这是个扣 咱们得留留 留到后文书再讲 虽然呢 这清征准杆尔之战呀 在咱们书馆 很快就要结束了 紧接着呀 就是大小合卓的叛乱 实际上都不是紧接着 这大小合卓之乱呢 和这个清征准杆尔 是同时发生的 这雅尔哈善呢 在咱们后文书当中 还会出现 还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等着他呢 所以说呢 这个乾隆皇帝 最终给雅尔哈善的下场 咱们先不着急讲 咱们还得呀 指那个故事啊 往外带 其实啊 说话听声 锣鼓听音 谁对这件事情 是如何看法 都不重要 其实啊 我倒觉得 这雅尔哈善自己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呀 还是值得我们推销完位的 那么有人就得说了 这雅尔哈善是怎么想的 有人知道吗 哎 有 谁呀 这个孝亭杂录的作者 爱心觉罗 赵莲 这俩人呢 本来就是本家 都姓爱心觉罗吗 所以说这个 赵莲呢 在这个孝亭杂录上 记载的 我觉得是挺靠谱的 据孝亭杂录所在 雅与沙谋逆 拜沙豹 上封雅为一等伯爵 雅归朝日 拜其祖辞 探约 黎广以沙祥不封侯 至于师道自闻 今我罪于余光 反而应五等之爵 祖宗灭血时矣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说呀 杀了这个 杀个多尔曼纪之后啊 没过多久 这雅尔哈善呢 回京树职 皇上啊 就为这件事情 给他封官了 加了他的爵位 封他为一等伯爵 他跟这个爱心觉罗的宗祠啊 去拜计自己祖宗的时候啊 他感觉非常的惭愧 他跪在这个祖宗的灵前呢 跟着祖宗说呀 他自己好有一笔 他笔作何来呢 他笔作呀 这汉代的大将李广 有这么一句话呀 您可能听说过 腾光格序里边 就曾经这样写过 叫做这个 逢唐一老 李广南风 至于这逢唐一老啊 不在咱们今天书里边解释的范围之内 咱们就说这李广南风 这李广啊 辛辛苦苦的给这大汉朝打了一辈子仗 立起的战功无数 可是后来呀 比他不记得 是他的晚辈们呀 都被封侯封绝了 只有他没被封侯 他自己总是纳闷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经高人指点呀 这高人跟他说 说你想想你这辈子有没有什么亏欠 你想 你光大了想 得想那个亏了大心的事 这李广啊低头琢磨琢磨说呀 还真有 说我曾经啊 诱降过八百腔人 这八百腔人诱降之后啊 我又怕把他们放了之后 他们重新作乱 于是啊 把这八百人就全弄死了 这高人说 对了 这高高莫骨于救主啊 这祸大莫骨于杀降 这将军不得爵位呀 哎 原因就是始于此 不但呢 您这辈子倒霉在这件事情啊 这将军杀降啊 还祸及子孙 最后很不幸 这些话都应验了 这李广啊 最后呢 因为这个后辈 魏清的排挤 自稳于这个行军路上 并且呀 真的是儿孙不顺 孙子李玲带着五千人啊 孤军深入 被匈奴八万人包围 最后弹尽粮绝投降了 这汉武帝一听啊 急了 就给他定了一个大汉奸的罪名 并且呀 抄斩了他的满门 那您想去吧 这李广啊 他无非也就是杀了八百强人 可是您想这雅尔哈善呢 一声令下呀 四千厄鲁特人头落地 并且呀 这四千厄鲁特呀 当时也是投降了大清的 说完这些话之后啊 这雅尔哈善呢 他还有话说 他说呀 今天呢 我觉得我这罪呀 他大了去了 对呀 这八百和四千比 当然还是四千多呀 最让人惭愧的是啊 不但罪过大 这朝廷啊 还给我封赏了 把我封在五绝之列 哎 这儿我又得给您解释一下了 什么叫五绝之列呀 这清代封绝呀 公侯伯子男 哎 你占了任何一个字啊 也就是在这五绝之列了 说白了也就是绝高至极品的意思 这最后一句话也挺关键 他说呀 我干了这么不要脸的事 今天呀还来祭拜祖宗 这祖宗啊 肯定对我供上来的牛羊祭品呢 不屑一顾 其实呢 我倒是很理解 这朝廷为什么把这句话呀 记录下来 因为这朝廷呢 他必定是皇室 哎 这阔胡啊 这朝廷原来是王爷 后来呢 因为这个性情暴虐 经常啊 这个鞭打自己的家奴 被这个降绝了 哎 这一降到底什么也不是 就是一个普通宗使了 所以呢 才潜心在家写书 就即便是这样 他也不可能在他的书里呀 说这个乾隆皇帝的不是 可是我觉得 这句话给我们透露出来很大的信息 这乾隆皇帝会不会因为这些话 就是啊 这雅尔哈善在祭祖的时候 说的这些话 是在孤名钓鱼推卸责任呢 是在暗讽啊 这乾隆皇帝虽然知道他杀祥 还给他封绝呢 所以说有没有可能 这乾隆皇帝在最后 哎 揣着明白他装糊涂 特地还写了一首诗 来责骂雅尔哈善杀祥呢 让他呀 一臭万年 这事儿 他没有公论 也没有决断 所以说呀 也就是您吃饱了饭呢 拿着牙签踢牙的时候 咱们想想这历史故事啊 他是个琢磨头 他是个乐 说完了这牙尔哈善之后啊 咱们还得说一个人 就是顶风冒雪 深入草原 实地啊 实施了这个计划的人 哎 严相师 昨天呢 有新系的好朋友 就给我留言了 说这个严相师 一个汉人 他能带领得了巴奇兵吗 其实啊 我在最初啊 写稿子的时候 我就琢磨过这件事情 这严相师带领的 还真不一定 就是真巴奇 那他带领的是什么人呢 索伦巴奇 在严相师带领这500人里啊 不但啊 有索伦兵 而且呀 还可能有相当多的恶鲁特兵 也就是说 他带的兵里边啊 是这个巴奇蒙古 和巴奇的索伦布 那有人说你有证据吗 我有 在严相师的众多官衔里边啊 有这么一个官衔 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 是什么呀 是领队大臣 这个领队大臣一职啊 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 他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清代呀 说实话 也就是乾隆年 这清朝在这个新疆屯兵以后啊 专门啊 统领这个索伦 以及鄂鲁特军队的武官 这个官啊 只有职 没有弦 就好比说呀 某个巡逻队的队长 由三营长担任 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呢 到了光绪年 光绪十年的时候 1884年 这新疆啊 正式取消了 这个将军制建省了 设置了行省 辅州县以后啊 这个这职位就被废除了 我要跟你说明的就是啊 这个大清朝廷 是明文规定 这个官职 领队大臣 是可以统领 索伦兵和鄂鲁特兵的 也就是说 这严相师啊 即便是汉臣 作为这个领队大臣 是也能够统领巴西兵的 这严相师 历此搭公之后啊 乾隆皇帝 当然也是重重的封赏 首先呢 荣誉称号 赐花灵 您看这个画像了吗 这严相师脑袋后边啊 是一眼的孔雀花灵 这官呢 也升了 被升为甘肃提督 并且呀 还有奖金 这个呢 这青史稿上没写 具体给多少奖金 咱们不知道 最大的荣誉啊 就是紫光阁挂像 您看这张画像了吗 就是这个颜提督啊 当年紫光阁的功臣像 并且呢 在这个青史稿 和这个汉明臣传里啊 都给这个颜相师 有单独的传 您看咱们现代人 一吹嘘起自己的祖宗啊 不都这么说吗 先祖某某某 绝封什么什么 官封什么什么 二十四十有传 哎 您看这颜相师没有 二十四十有传 可这人呢 寿数也不长 咱们上文书提到过 哎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 乾隆二十一年的征议 这会儿的严君们呢 已经五十大几了 乾隆二十七年的时候啊 颜相师六十四岁 这乾隆皇帝 给他一个担心休假 就让他回了北京了 为什么 因为病了 到北京之后 没过多久 条理不治 医药网校 这严君们呢 撒手人寰 申归纳士去聊 乾隆皇帝还算对得起 他赠他一个太子太宝的弦 并且给了嗜好 嗜为还速 咱们这故事还得接着聊 就在这个颜相师啊 在这个乾隆二十一年的腊月 诛杀了沙特杜尔曼纪一部 到了下个月头 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的征月 这雅尔哈善呢 才算是腾出手来啊 在草原里救出了被围困的赵会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这赵会呀 才要正式 挂帅出征